哈囉大家好,我是純陽 今天要聊的是一款溫馨感人的小品遊戲 Opus 地球計畫 遊戲平台由Enjoy iOS 獲得無數大獎後陸續推出PC與NS版本 是由台灣Singalong團隊開發製作 在製作Opus 系列前生也製作過不少遊戲 像是包子大冒險、超凡方塊、蚯蚓鏈金術 都是偏向休閒類型的手機遊戲 從Opus 開始製作團隊選擇在手機平台上說故事 Opus 地球計畫也就誕生了 遊戲中玩家扮演的是一位機器人 在太空船內運用望遠鏡 在浩瀚無垠的銀河中尋找失落的地球 一天又一天尋找、失落 再尋找、再失落 沒有過於複雜的操作、前線易動的操作模式 讓人快速地融入遊戲 在探尋地球的過程中 會不停地發現在宇宙中的其他星球 可替他們命名 替自己在這位置的宇宙調查作項紀錄 回到太空船後 別急著繼續去接觸主線 建議多多翻閱太空船內的各項物品 會有不少收穫喔 音樂算是本作遊戲的第二靈魂 大量的音樂音效 伴隨故事起伏堆疊 完美地呈現在宇宙中的空洞 與生在宇宙中的孤寂感 遊戲結束後別急著關閉遊戲 來聽聽幕後畫序遊戲製作人的獨白吧 從製作到發行的新生 用幕後畫序如同通訊的方式展現 就像是Opus內機器人艾姆與Lisa之間的相處 簡單、親切、又寫實 總結來說這是一款相當棒的遊戲 不論故事、音樂、遊戲畫面 完整度都相當高 選擇在手機平台推出一部小品故事遊戲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做法 手機遊戲百家真寧 人人都希望玩家能在各自的遊戲上佔有一席之地 一款劇情為主、有信心不高的遊戲 若無法深刻地將故事刻畫在玩家心中 遊玩後很容易遭到拋棄閃爍 而製作團隊克服了這一點 用故事感動玩家 數年後又再推出另一部感人的小品遊戲 Opus 靈魂之橋 關於另一部系列作 靈魂之橋 愛與篇幅過長 請容許我在下一部聊吧 我是蠢羊 不論喜歡或不喜歡 留個言讓我知道吧 我們下部見 掰掰 我們下部見 拜拜 二部